隨手畫個漫畫 對某些人來說 至少對我來講 不是一件什麼太難的事 但是 如果把漫畫卡通人物 變成生日蛋糕 那可是難度難上加難 在台灣 有這麼樣一個 世界第一等的冠軍 他不只出師 而且還真的實現了 小朋友們的願望 你先幫我把那些奶油剪開 然後待會兒的時候 把它倒進去裡面 整罐倒進去 就可以了 星期三一大早 世界蛋糕冠軍吳怡茜 就開始盲目做蛋糕 預期等一下小朋友 看到的反應是什麼樣子 大概會瘋狂吧 小朋友這樣 因為現在最熱門的 就是海綿寶寶 然後第二個就是珍珠美人魚 珍珠美人魚 小朋友超愛的卡通明星 這是吳音茜今天的第一個超級任務 這裡面料有什麼 就是水蜜桃跟布丁 然後是用巧克力的蛋糕 他這次都是小朋友最愛吃的 巧克力蛋糕鋪上水蜜桃 超Q布丁 再抹上香濃的鮮奶油 讓人看了口水快流下來 不過最厲害的才剛要登場 竹籤打草稿 彩色奶油當顏料 吳音茜信手拈來不到半小時 獨一無二的珍珠美人魚蛋糕完成 我們沒有發現什麼已經送來了 什麼東西送來了 蛋糕送來了 好 我們來看看蛋糕 哇 這是什麼造型的 有看到嗎 蛋糕買人 來 聽說昨天小壽星 已經偷偷洩露明明了 是不是 好 來 小朋友請後退 請後退 請後退 等一下 我們現在有小壽星 超炫的生日蛋糕一現身 小朋友睜大眼睛全圍了上來 小壽星更是沒開眼笑超開心 等好幾天 每天都問蛋糕來 每天都在問 對 小朋友會很期待 因為去年我也 我們都有做立體造型蛋糕 他會很期待 大人也是 就是看到他們很開心的時候 對啊 就是他們看到蛋糕那種驚喜的表情 對 你就會覺得很有成就感 看到客人開心滿足很有成就感 這是每天最大的工作報酬 哪一個是露娘 哪一個是露娘 都是這個 哪一個是壽星的吧 我媽媽 你 這是誰 郭瑩 誰 郭瑩 我是 誰 我是 我是 誰 那等一下怎麼切 不能切掉才能怎麼吃 怎麼吃 切下去都會翻臉 曾經有一個媽媽在那種小熊為你 聽說在冰箱冰了三天 最後真的逼不得已的時候 才把它吃掉 吳應倩賣的不只是蛋糕 還有各種各樣的驚喜 立體的話 這隻狗狗吧 大家都還滿喜歡的 對 它是紅貴賓 那個主人有拿照片過來做 如果要花最多心思的應該是這一個 因為這一個是完全是手繪的 是把糖做成這個樣子 然後畫成這個人的樣子 我個人是覺得還滿像的 還滿好玩 店裡牆上各式各樣的造型蛋糕照片 全都是無音倩的作品 靠著創意和一雙手 讓蛋糕好吃更好看 造型奶油在她手裡 彷彿是變魔術 一會是公主蓬蓬裙上的斷帶 一會是栩栩如生的玫瑰花 也可以用底用粉紅色 邊用紅色會更像一點 可是底白色的話會比較漂亮 有時候這種玫瑰擠得不好 會很像高麗菜 對啊 像有時候學生我都笑他們 做很像高麗菜 看起來容易其實不簡單 做一個造型蛋糕 花的時間是一般蛋糕的六倍 搞剛費時 但無音倩不嫌麻煩樂在其中 週末一天要做二三十個 訂單借不完 因為她的蛋糕曾經出國比賽 就冠軍 陪金白 好 蛋糕好囉 您有想過做技能鍋 可以做到世界得一頂 世界第一名嗎 他從小念書可沒有拿過第一名 但做蛋糕可是嚇嚇叫 來看台灣一千零一個故事 告訴你行行出獎玩 其實是有打有裝 那時候我們當父母親的心態 就是覺得說 只要小孩子可以學到一點東西 那不要學壞就好了 八年前 吳英倩十六歲高一學生 寒假時 媽媽送她到台北阿姨家住 跟知名的南希老師學手藝 第一次看到美國雜誌裡的造型蛋糕 她大開眼界 一般我們在家裡烤 就戚風蛋糕 海綿蛋糕 然後在麵包店就是 拿油塗一塗丟水果就這樣子 然後從來沒有看過這種蛋糕 就很像那種 劉老撈金大官員有沒有 很稀奇這樣 然後就覺得說好 那我就來學看看這樣 就這樣學出興趣 一頭栽進烘焙廚房 不愛念書的她在蛋糕世界裡 變成藝術家 你以前是美術 沒有說畫得很好啊 以前小時候有學過畫畫 倒是真的 因為我真的 你叫我畫在紙上 我真的不怎麼會畫 畫在紙上反而不會畫 對啊 我沒有辦法 那為什麼在蛋糕上可以畫 不曉得 她變得比較 因為可能是 她自己找到她自己喜歡的東西 她就會 她就變得很自信 你知道嗎 那時候有一個妹妹 十幾歲吧 大概十歲左右 她說她要去 老師要帶她去比賽 然後我想說 蛤 妳做這樣子 然後去比賽 那我應該也可以吧 就拱大這樣子 2002年帶著拱大 還有做了十天的玫瑰蛋糕 參加美國聖地牙哥蛋糕裝飾大賽 運送途中 一片一片用糖做成的花瓣 還因為碰撞造成毀損 不過瑕不掩餘 試獲的評審 還是讓吳英倩 把青少年組冠軍帶回台灣 2003年 2004年 又分別拿下業餘組第一名 和進階組冠軍 不可思議 讀書有沒有拿過第一名 沒有 不太可能 就不會很愛唸 可能也沒有心去唸這樣子 讀書沒有拿過第一名 但是拿到世界冠軍 對 所以我就覺得說 其實 因為你看現在唸到那種 博士碩士的多二四 也沒有工作 所以不管你的學歷怎麼樣 有一季之長比較重要 靠著一季之長 23歲創業當老闆 唸書沒拿過第一名做蛋糕博士級 現在吳英倩的挑戰 除了自己還有客人 我們要訂蛋糕 是什麼時候要的 好 你要訂多大的 我們是客人給我們題目 我們自己去想辦法做給他 像最近最红的就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变形金刚啊 立体的 那超难的 我一直都要坐大概两个小时 他站着然后脚跟腰又很细 头那个身体很大这样子啊 不好坐 即便顶着世界第一头衔 吴英倩每一次接单都当作是在比赛 不敢松懈 她说有时候没有沟通好 作品出来客人不满意 管你是世界冠军还是宇宙冠军 一样不留情面 所以认真做好每个步骤 永远是她开班授课 或是带学徒的第一门基本功 来 你不是要推她 你是这样收回来 压下去 一样都要在中间 是自行的 嗨 您好 早安 现在八年后的吴英倩面对的 不只是做蛋糕了 还是一份事业 一份经营 开店比较难啊 而且比较有压力啊 你要管你的人事开销啊 成本啊 支出啊 不是说我蛋糕做出去就好了 没事了 七年四班的吴英倩不当草莓族 而是个奶油族 就像挤奶油一样 要变成什么样子 全靠不断的学习和累积 从第一朵奶油玫瑰开始 将兴趣涂成事业 吴英倩的世界第一名 不侥幸也不糊涂 谁说第一 只能在学校教室达得到呢 嗯哲ak 感谢观看